来自宫兰首都基辅的超过200名居民 11号在慈善基金组织的一场活动中登记献血 在基辅市中心的一个临时献血点 大批民众仰躺在采血椅上等待献血 一旁的工作人员将会完成采集的 将完成采集的血带上贴上标签 有民众称希望透过献血来支援前线 组织者指出当前全国各地的血库都在萎缩 曾经的献血者许多已经离开了乌克兰 选择市中心的著名书店作为活动地点 是为了吸引更多民众 并宣传献血对战时乌克兰的重要性 组织者还表示 预计将在献血活动中收集大约90升血液 并将其送往基辅地区血液中心和基辅军事医院 用于有需要的文职和军事人员